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4月21号 温宜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在这里首先向四川地区 造逢强政的灾民们 先表达深切的慰问 海峡论坛上个星期 为您专访了台湾前副总统 吕秀莲女士 而这个星期则是特别为您邀请到 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蒋孝岩先生 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如何的携救参与四川亚岸大地震的灾待工作 海峡论坛主席您好 您好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 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奖副主席好 还有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东宁联合的专访 抢校严副主席 那么在专访的稍后呢 后半段跟上个星期一样的 我们会邀请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以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 或者是您可以跟抢副主席来提问 交流意见 中国大陆地区的听众朋友们 您稍后可以播 400-120-0551 400-120-0551 那么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播00-801-148-940 00-801-148-940 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 您可以以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东宁 好的 谢谢博英 那么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专访了 蒋校园副主席再次欢迎您 谢谢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四川的雅安发生了大地震 我记得那时候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您正担任立委 当时的您也曾经协助协调这个启动 两岸的人道救援包机 将救援的物资从台湾送到四川去 那么这次四川又发生大地震了 您觉得台湾可以怎么样的协助参与救灾的工作呢 这次这个四川雅安发生地震 我想在台湾还有海外所有的中国人 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震撼 当然在08年这个四川发生地震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仅是这个立法委员 我也是中国民党的中常委 后来也担任这个副主席 那在立委的身份呢 我就很快地想办法 能够对地震方面的救援 能够有一些帮助 我很快安排了一架救援的包机 把在机场堆积如山的一些救援物资 尽快地送到载区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的感觉就是 大陆同胞跟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感受非常的深切 那这一次在四川雅安地区 发生这个地震 我想我首先代表中国国民党 像受灾 还有这个死亡的 这个相亲的家属 表示最高的悼念 慰问 还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 我们非常的关切 表达这个关切之意 后面只要我们台湾能够协助的 我想不管是政府方面 或者民间 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 来给予协助 希望这个灾害能够降到最低 除了第一时间这个人道救援的部分之外 从两岸关系来看 两岸一起历经了这么多事件 08年的汶川 然后现在亚安又大地震 还有最近也爆发了一群 前九的停留感 两岸在互相的这个救灾 人道合作 还有防疫工作上面 是不是有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空间呢 我想现在这个 跟08年的情况 是有一些这个 更明显的一个进步 是 两岸的交往 从05年中国国民党 重新执政之后 交往是越来越密切 而且成效的是非常具体的 很多有关的一些工作都落实了 比较具体的讲 从05年到现在 我们透过海基海协 进行协商签了18项的协议 因为包括范围非常的广泛 包括旅游 包括经济 包括贸易 包括甚至于荷安 包括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包括 比方司法协助了 等等 所以 在这方面呢 反应会很快 我举个例子 司法协助 它已经落实到 台湾两个炸弹客 放了箱子 四个箱子 两个在高铁上面 两个在一个 立委的服务处的旁边 当然它的动机等等 还在调查 放了四个炸弹箱 它马上就往大陆走了 它就从桃园到澳门去 它一到澳门 实际上我们的资料就已经过去 大陆公安就跟上它 是 大概有一百多位公安 一直定在最后 把他们两个人带到 尽速地去送回到台湾来 这个在以前是 很难想象的 另外你比方说 大陆最近 有所谓的侵流感 这跟在 这个 03年台湾发生 SARS的时候 大陆 这个根本 这个觉得两岸 根本没有什么 可以交换意见的 没有办法可以协助的 这一次N9 H7N9 H7N9 发生以后 两岸在公共卫生的专家们 马上接受 而且希望经过合作 可以把疫苗很快的 能够做出来 就可以看到到 这种发展不仅是密切 而且是正面的 所以刚刚谈到 亚安的这个地震 台湾同胞是感同身受的 我们一定会决全力 尽全力来协助 而且会快速 马总统 马主席 他也公开地 表达这样的意愿 如果需要救援对头 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动 进行实际的救援 所以 这个情况是跟 以往是大不相同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 两岸关系 我们是感到 有信心的 我们也让两岸的同胞 看到了希望 好的 那另一方面呢 你这次帅团来到 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 我们也来谈谈台美关系了 当然此行 你在华盛顿 不但见了国会议员 也会见了美国政府的 前高层官员 包括国务院的 前高层官员 来评估一下 目前现阶段的台美关系 你怎么看 我还是要提一下 这个 从 五年前 中国国民党 重新执政之后 不仅在两岸关系的区块 在 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领域里面 同时有 进展 这是不容易的 以前我在 外交界服务很长的时间 也处理过对美国的关系 那个时候 大陆 台湾 美国的三角关系 常常会形成一个 我们常常所说的 倒消魔掌 魔掌倒消 你的关系好 我的关系肯定坏 你们关系加强了 我跟美国 跟你马上紧张 可是现在呢 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我们跟大陆改善关系 不会牺牲我们 跟美国的关系 我们加强 跟美国的关系 也不影响 美国跟大陆的交往 这三个关系 放在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等边 而且健康的 一个模式上面 所以我刚刚提到 我们跟大陆关系 签了18项的协议 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 这种 诚意 要改善关系 与日俱增 同时我们 08年开始恢复了 跟美国在民进党期间 所破坏 伤害 影响到的 跟华伦之间的 这种友好的 一种基础 08年开始 马上修复 到现在 可以说是 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 有人说是比 这个7年 美国跟我们断交 的 这个情况还要好 事实上是 从49年到现在 我们跟美国关系 没有这么好过 可以这么说 我们跟大陆的关系 也是49年到现在 没有这么好过 这个是 经过努力而得到的 中国国民党 重新执政之后 具体的步骤 产生了具体的效果 所以 马主席 重新 带领 国民党 在这两个领域里面 能够 有积极的突破 这是 感到骄傲的 我知道 美国来 从旧金山 到华府 中午我就要到 纽约去 所接触到的 包括美国朋友 包括侨界的 都是非常正面的 肯定的 当然也有些 我们侨界的朋友 可能因为资讯 或者一些 这个 并不是零距离 你只要有点距离 就会参成一点偏差 还有些 有些不太了解的 还是有些不满意的 有些随着 绿色的媒体而 其武的也有 也批评 所以你们共民党 怎么搞的 立法院里面 过半数 火了沟通 我们还没有过半数 我们是65系 民进党是40系 还有 亲民党 台联 还有武党级的 还没有过半数 好像你们没有什么座位 我是怎么没什么座位 我们做这么多 只是你们不想看到 那没办法 但是经过沟通以后 不错 我觉得效果不错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昨提到的 在两岸方面 在对美国关系方面 我们创造了一个 有信心跟有希望的 一个前景 我们知道你也长期在 致力于台美关系 这方面的工作 对这个非常熟悉 当然台美关系 整体是在进步 不过有一些敏感的 一些区块 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你这次来到华府 也跟美国前国防副部长 会了面 有没有触及到敏感的 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呢 那么另外也想请您谈谈 最近台湾刚刚举行的 这个汉光实弹演习 是08年来规模最大的 那么马总统 过去曾经好几次 比较低调的 都缺席了汉光演习 今年为什么一反常态 全程教育 亲自批挂上阵呢 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 马总统这个 亲自来这个 教育 汉光演习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反常的 它是三军统赛嘛 只要觉得 这个 要清零现场 就清零现场 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解读 可以解读成 这个东海南海 情势如何如何 可以连接到一起 连接到一起 这也正常的 别的国家都展现 关切 我们不能够缺席的 是 那这方面 跟美国的军售关系 当然我跟美国朋友 你刚刚提到 这个Henry 这个 John Henry 美国国防部的 我们 对 我们 谈的范围很广 我们跟美国之间 谈的问题 我不觉得有什么 特别敏感的 反正关切的 我们都可以触及到 我不能说触及到 哪些 特有 反正我们都触及到 是 但是 我相信 在 你刚刚所说的 一个军售问题 还会持续的 美国 它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是 美国跟我们断交以后 国会通过的 最近刚好 一个法律 法律 每一个 administration 可以不遵守这个法律的 不管民主党 不管共和党 就是军售的 速度快慢 他们去拿捏 欧巴马 总统上来到现在 这几年里面 对台湾的军售的数额 不低的 已经超过 120多亿美金 单单前年到现在 已经有 5亿6千万美金 把我们的飞机F-16 AMB 把它upgrade 这个费用 当然是不要 其他的军品 根据我们的需要 自我的防卫力量 这边我需要提一下 马主席 马总统 常常提到 我们跟大陆进行对话 我们一定要有防卫的力量 我们这防卫的力量 不可能去 从事 主动攻击型的 一个战争 那防卫性的力量 要有 民众会感到 有自信 我们跟大陆的交往 为什么要有这些 防卫性的力量 因为民众看到 大陆并没有对台湾放弃 用武力来解决 所谓的海峡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是 双重的一个挑战 我们要跟大陆要有互信 然后又要说服大陆 说我们要跟美国买武器 但是在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个范围 并不会就像你说 敏感到会有些插墙走火 等等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 两个这种关系 平民地进行 而不是交叉的 到后来会互撞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策略 跟战略的一个思考 我知道这个美中台的关系 还是非常微妙的 不过你这次来华盛顿房 我碰到四月 不但是你刚提到 美台关系法 刚好适逢三十四周年 也是孤王会谈 马上要是二十周年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了 那么接下来 我想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向我们的 蒋副主席来请教问题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继续想请教 蒋副主席的就是 您刚也提到了 您从担任立委之后 就开始把工作的重心 放到两岸关系的交流上 那么从以前到现在 相信您也看到 两岸的关系 起了这个重大的变化 可不可以请您来谈一下 从您投身 这个两岸关系的 这个交流 跟这个合作之后 从以前到现在 您感受到最深刻的变化 还有这个最大的 这个感受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好的 博弈兄这样子 我是基本上在这个2002年 当然我最早到大陆 是孝子生病 那个时候我在政府担任公职 本来不能去的 后来基于人道考虑 那是在94年 我去了一趟 那时候跟这个两岸的接触 没有关系 那到政党轮替之后 2000年 然后2001年我在立法院 2002年我就积极地推动 两岸关系 因为我在2001年 接触了很多的台商朋友 来他们去的时候 到 当然我先到北京 到桂林 到上海 几个地方都去了 那台商朋友 那边就跟我说 他们过年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 我说为什么 买不到机票 从上海回不来 因为您知道 大陆这个村运 是人口大迁移的时候 他们抢不到机票 不是这样 我在想办法 回来以后 我就推动春节包机 因为我在外交部的时候 担任次长的时候 我办过包机 把药送到苏联去 苏联91年垮的时候 送药送米送过去 91年 我有这个概念 所以在这个2002年 我到大陆去 这个为了台商 我跟好几位立委一起去 跟陈宇宁先生 那时候他的主任 还有看他们更高的阶层 跟他们谈这个观念 我说用包机 接台商从上海到台湾去 过年 这是应该做的 他们其实现在概念 也比较淡薄一点 过来我跟他们说明 我说这个包机 不需要航约的 只要公司同意 基本上你们 当然大陆的公司 一定要政府 在后面同意 我怎么飞机就飞过来 接他们到台湾 所以03年就有春节包机 我很高兴地推动 因为有你这个包机 有这飞机 这种两岸飞来飞去的 这个经验 而且可以办得到 这是很重要的 以前两岸有没有飞机 飞来飞去啊 有啊 截机啊 你截过来我截过去 还有奖金可以拿 那是不行的 我们能够很平和的 有这种程序的 把大陆台上接过来 我们的飞机飞过去 飞机是很很敏感 它国际法里面 它是个floating territory 它是一个流动的 一个领土 它有主权的问题 后来谈了很久 第一次飞沉了 后来从春节陆续 扩大到节日包机 到周末包机 我们08年重新执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前这个定期包机 就所谓的三通 就把它落实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很重要 到现在08年以前 这个飞机有 这个定期的包机 那个时候 在一个礼拜 几十班而已 很多人不晓得到 到现在 到此刻 两岸的包机 飞到各大城市 大陆的飞机 飞到台湾 桃园 台中 高雄 甚至于 要花莲 这些都要飞 到现在一共 两岸 有616班的 飞机 一个礼拜 你说在东南亚 算是非常密集的一个 航空的一个领域 所以这个是 很明显的 08年到现在的一个进步 07年的时候 大陆的观光客 到台湾来 大概是27万多 到去年 超过250万 我们有300多万人 到大陆去 大陆 这种文化 旅游的交往以外 我举一个例子 当我嫁到台湾的人 做台湾媳妇的 也越来越多 超过30万 9万拿到身份证 你说这个 你能够在20年前 能够想象吗 民营党在执政的时候 能够想象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进步 伯彥兄刚刚问到 所以我特别 很简单这几个数字 可以提出来 我们是有进步的 是有时效的 好的 谢谢副主席 那么也想请问 副主席就是 在两岸现在 已经开始交流 更频繁的时候 大家也期望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进入到 更近一个层次的交流 就是政治方面谈话 那么像国台办的 新任的主任张志军 他就说他希望 有机会能够到台湾来 那么当然 如果说以官方的身份的话 可能会有点敏感 所以台湾这边 可能有人建议说 那就不妨请这个张志军主任 以这个中台办 这个身份来 以这个党对党的身份来 那么如果说 可以促成这个党对党的交流 那么进一步 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我们会看到 在马总统 马主席这个任内 可能会有这个马习会 也就是马主席跟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会面的这样的一个一天呢 我想这两岸的交流 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绩效 这跟中国国民党 尤其马主席 所定下来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一个流程吧 这个还有这个优先次序 定下来 是很有关系 你次序不能够乱 基本上因为 您刚刚提到九二公司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有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有这个基础 我们就把一个很敏感的 一中的问题了 就找到一个 一个解释 一个共同的 一个基础在那里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 往前面走 有了九二共识 然后马主席 中国国民党就提出来 提出来三步 就是说我们现在 两岸的政策 我们是不同 不独 不独大陆非常喜欢的 不同 有点说为什么不同 我们说至少现在 现在不同 不同不独不武 这双方一定要接受 这提出来以后 大陆没有反对 有这样的做一个基础 我们再提前面一个 很重要的 也不是条件 往前面走 就是说我们主权 互不承认 这是事实 他不承认我们主权 我们没有承认PRC的主权 但是不否认 自权 我们自权 因为我们跟美国朋友讲 是统集团 我们这边有职权 这个提出来以后 很多的敏感的问题 也可以摆到一边 就是说你要承认 你不承认我们主权 没关系 你要承认我们的职 不否认我们的职权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相互派代表去协商 我们才能够有18项的协议 这是自权来 这个撇开主权 自权的代表来协商 包括ECFA在里面 然后我们强调 在优先次序方面 先一后来 然后是这个 先今后正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先及后缓 这个都提出来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有步骤 刚刚这个博弈兄提到 就说王主人们来访问 我们觉得欢迎的 但是时机要拿捏 时机要拿捏 在短期之内 我们觉得谈政治立体 目前还不成熟 到成熟的时候是可以谈 会不会有这个马席会 党对党的 这个 马主席讲了 他说我要去大陆的话 我不能只戴一顶帽子 我两顶帽子都在头上 这样 我不可能把总统的帽子 拿下来以党主席的身份去 这在台湾来讲 这是民主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如果王主任要来 他以中央台办的身份 他是不是国台办的帽子 要拿下来呢 这要考量了 所以很多的问题 你在成熟的时候 那就很自然可以形成 所以 Be patient 我们稍微有点耐心的话 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走 他有些基础 在这个地方 有一定的步骤 有一定的范围 你才能够达到 一定的一个成果 所以 我的答案是 短期之内 政治的协商 是不要去太急 短期之内是 不太会发生的 你可能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整个的关系 营造好了 必要的条件 才做 因为这是百年打击 急不得 也不需要急 是 好的 谢谢副主席 那么我这边最后 第一阶段最后一个问题 要请教副主席 就是 这个 我们注意到 这个马主席 他希望 连任 这个竞选连任 国民党的主席 那么 之前也有 清楚的表态了 但是国民党之内一些重量级的立委 曾经也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说这个可能有违法之余 当然 您是表示 不赞同这些反对 马主席连任的这样的立场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您 说明一下 这个 就这个马主席连任 目前 有没有办法可以 让这个整个国民党能够 米平杂音 然后团结起来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您刚刚提到 有些杂音 这有些杂音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面 是非常自然的 这个 启先银在这个 司法性方面 提出一些质疑 我们很快就解释清楚了 没有什么司法性 没有什么司法的疑虑 或者抵触 我们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社团 我们照我们的党上来走 这没有问题 大家也都了解 那有人要来挑战 这个正常 不管你是野心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自己不知量力也好 社会上各种 各种 这很正常的 但是 居于中国国民党的责任 我们要继续地稳定 跟大陆的关系 继续稳定跟美国的关系 继续在国际上面 有更多的空间 目前来讲 国民党里面 你能说有谁比 马银九同志 马银九先生 更何时代领导 中国国民党的人 我在 旧金医生 在华府跟 乔街的朋友提的时候 我说国民党怎么 以前怎么失败 怎么把政权丢掉 我说 因为 我们不是一样 我就把一个概念给他们 国民党要成功 一定要说 We are one One of three One of two 如果我们变成两个 三个力量的话 就站不住了 国民党失去挣钱 就是因为 内部的一些分裂 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现在 当在这个时代 不必高喊 巩固领导中心 这些口号 不必去交 但是一个现实的 我们在执政 党要来辅助政 如果党跟政 是两个人 或者两组人马 现在党在合在一起 已经很多人 觉得我们摇摇晃晃 有的地方 如果你分开来的话 你怎么弄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以台湾那个氛围 现在反对 马英九继续连任 跟台湾奖 两个 政党里面是 民进党反对 媒体里面是 自由时报反对 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 目前来讲 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要处理 要沟通 外面未必了解到 这种需要性 海外也不一定 真是那么清楚 所以这个 是我们还需要 再来努力的 一个项目 是 好的 谢谢副主席 那么我们线上 已经有很多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想要请教副主席 问题了 我们就把现场 再交给东宁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 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联合播出的 海峡论坛 由我凡东宁 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 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 特别为您邀请到 正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访问的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 蒋孝岩先生 接受专访 谈谈台美关系的现况 并对两岸关系 也做一番回顾与展望 稍后呢 当然我们会谈到 有关于两奖的回忆 以及国民党的改革 那么现在呢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特别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 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播400-120-055 要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我们接近 浙江赵先生 您的电话 赵先生您好 请讲 江明好 江明好 您好 江副主席好 您好 蔡先生您好 我要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 抱歉江主席 你为何不纠正 刚才主持人说的台美关系 而不是中华民国 与美国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 网上有消息说 林郑先生啊 他跟习近平谈 在中国大陆南方 单身份是党部 这个消息能不能证实一下 在我们现在大陆 我们的百姓啊 有的朋友们 都在谈了这个问题 大家希望我们的中国国民党 不要成为一个独裁党 不要像民进党一样 曾先生回应一下 对不起 我说 郑先生 曾先生你第二个问题 我没有听清楚 您说 可以再讲一遍吗 你第二个问题 你说林先生跟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 林郑先生跟习近平提到 在中国大陆的南方三省份 设中国国民党党部 最近就是谈判 这个消息能不能证实一下 赵先生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说 台美关系 我现在可以 跟这个范小姐说 应该是中华民国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 好不好 应该是如此 因为我们是口语 然后讲得比较方便的 当然指的是中华民国 跟美国关系 当然现在 华盛顿不承认中华民国 这七一年它断交了 这个 当然实质上面还是 这个 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 现在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子 我可以再说明一下 一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是我从未所闻的 没有听说过的 这种谣传太多了 如果国民党要设党部的话 要设就设在北京 为什么设在南部三省 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我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也可以否认 在党里面没有这个 没有这样讨论 也没有这个决定 刚好也是一个机会 来澄清一下 好的 我们继续接听 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 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喂 请说 喂 您好 谢谢 我想请问 陆资来台投资 会不会有政治考量 还是由市场规则 来运作决定 怎样区分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美方对于陆资来台投资 会不会有意见或担心的 另外大陆的国防经费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谢先生 您的问题 您说陆资来台的投资 目前来讲是非常少的 相较于我们到大陆的投资 这比例是非常低的 我们的大陆已经有几百亿的 这个美金过去 有好几百亿 那这个大陆到台湾来投资 大概可能只有几亿 这个五六亿 这个美金 数目很低 那至于当陆 这个资金到台湾来 美国没有办法干预 他也不 他也无从表示意见 他表示意见 我们也不听的 我们完全基于两岸的关系 来做这个决定 你说有没有政治的成分 两岸的关系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脱离政治 那至于我们考虑的角度 是根据台湾的需要 然后这个整个的 一个机制的完备以后 我们会逐渐逐渐的开放 你比方说投资的范围 你比方高科技的 我们考虑就不能够 让他们投资 或者是有关国防工业 大陆资金不能够进来 这是非常合理的 现在慢慢开放 就是说一些公共的建设 慢慢来参与 他直接就可以来 我可以跟先生 可以说明的 就是在未来 一定是放宽的 要有点时间 他们甚至于 投资到房地产也可以 目前是有限制 你要买建筑物 你不能人懂买下去 你可以买一层 这是一种保护也可以 你买的房子要住 你一年 你不能住12个月 你一年只能够住4个月 或者3个月 这是就要避免炒作 很简单 大陆有钱都太有钱了 那政府如果也在后面的话 我们的市场会受影响 这个整个的房地产 或者金融等等会 所以当然是要逐步的 才来开放 海珈乐团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海珊两个听众观众 可以直接跟蒋副主席进行交流 不过我们今天 现在的听众观众真的非常多 我稍微多接几个电话 再请蒋副主席 综合做回应 陕西的敏先生您好 是下一位 敏先生请说 我问一下小饼 大陆这边这个宣传 就是蒋副主席是投赎民贼 抗日总是 是一群岗外比选 不直接抗日 你觉得这个对蒋副主席来说 是共享吗 再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总体大陆是 民主法制国家吗 这个陕西敏先生的 我希望您听清楚的 把它记下来 新北市的黄先生 下一位黄先生请说 黄先生请讲 您在线上了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我刚刚打了两三通 都有接上 结果马上就有了 是说我们做完文化 有个道童 海峡两岸要跟那个 就是拉链一样 要把它挖在一起 总有一天 能够享受到 中华文化五千年 悠久的那个结晶 然后现在目前 海峡两岸的这个 百姓人民 然后群众能够自由来往 三教九流都能够融参 好的谢谢台中的 牙先生谢谢您打电话来参与 那么刚才的新北市的黄先生 还在我们线上吗 黄先生请说 你好 主持人好 蒋副主席好 你好你好 我个人总觉得我们台湾这边 只要跟大陆的交流太热络 进度太超前 关系太密切 美国就会说三道四 那美国就会出来踩刹车 美国就会有人来台湾表示关切 那我们政府一心想 大幅度的改善两岸关系 却又处处受制于美国 而今天台湾那个政党政治 还有台湾的战略地位 都有美国干涉操纵的痕迹 所以想请问副主席 现阶段两岸关系 已经进入了深水期 我们台湾这方面 应该如何因应 好的谢谢 中国跟美国这个两大力量的冲击 新北市的黄先生 谢谢您听 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耐心等待 我先回到华盛顿 请讲部主席回答 刚才新北市黄先生的问题 挺有趣的 尤其是你这次来 华盛顿跟美方官员会面 美国真的关切 台湾跟大陆走得太近吗 黄先生这样子 我简单地说明一下 事实上一开头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已经很成功地 把我们跟大陆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 放在一个比较正常 而且健康的 一个轨道上面来进行 我从来没有听到美国朋友 抱怨我们跟大陆走得太近 好像说我们跟美国走得太近 会把 我们跟大陆走得太近 会把美国抛弃掉 或者影响到他的一个 战略的布局 没有这个事情 我所接触到的美国朋友 包括国会 包括智库 他们觉得我们跟大陆的 关系的改善 使得整个地区的和平 跟稳定增加了 符合他们的 整体的利益的 符合他们的整体利益 没有说他 这个对我们说三道四 从来没有 坦白讲 就是美国要对我们说三道四 我们可以不听 我们可以不听 没有这个事情 完全是操作在我 我们中国民进党执政 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我跟美国朋友谈到 我们现在基本上 要做 facilitator of peace 做一个和平的 一个地道者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这方 方是四海皆准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诉求 包括南海 各位看到钓鱼台的事情 主权 双方在 做做主张 但是把它摆到一边 我们签的余业协定 这美国非常的 非常赞叹的 所以你刚刚的题目很简单 不要去忧虑 中国民进党执政 一定是负责任的来处理 跟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而且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找到平衡点 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 大陆对这个老总统 他的抗战如何如何 我得了解 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中央 对老总统 对中国国民党 在抗战的贡献 相较于以前是予以肯定的 这个胡锦涛总书记 公开的说 中国国民党是在 在正面作战 这个是 已经肯定我们 做正面抗战的 这种贡献的 那中国共军 是在后面牵制日军 这个已经不同的 一个定位跟理解了 好的 蒋副主席 我们今天参与的听众观众 真的很多 不过我在接听第二轮 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之前 我想刚刚您提到 这个老总统 最近刚好美国之音的 解密时刻也在制作 过蒋介石日记这样一个 专题系列报导 引起了海灘党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一个热烈回响 我知道您也曾经去过 胡佛查阅蒋介石日记 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从日记中 对蒋介石的老总统的 印象是什么 我想 这个印象 每个人只要去 接触到他的日记 都会感到很震撼 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 能够每天写日记 在打仗的时候也写 而且没有看到 有人写日记用毛笔写 而且是写的是楷书 还不是草书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专注 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质 他对事情了解的深入 对整个国内 对国际局势的一个掌握 是了不起的 所以他的日记 对中国近代史 是十万分重要 我要看日记去查 我还要正好进过旧金山 到胡佛研究中心去查阅 查的重要 我还要抄 还不能够隐印 我个人的希望 就这个日记 有一天会送回到台北 国人好查 大多朋友也好查 而且我相信 老总统的日记 很快 但我不是说是特别快 我想在几年之内 我相信会送回到台湾来的 这个 另外有个题目 我需要答复一下 就是提到这个民族的问题 我觉得两岸都属于 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最近的一个台湾做一个民调 如果你是台湾人或中国人 这个比例 是台湾人 还是有三成多 说是中国人 已经有六成二 如果说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百分之九十一 我觉得这个两岸的交流 会有正面的效果 这是很清楚的 刚刚提到了这个老总统蒋介石的日记 刚刚我们在等待节目开播的时候 也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一个 其中的一集 也谈到了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那他的开放党经报警 跟开放两岸探亲 对今时今日的两岸关系 有很深远的影响 谈谈您觉得从今日台湾的角度 跟两岸关系目前的现况来看 蒋顾总统金国先生 最令人怀念的一些地方是哪些 他令人怀念的地方非常多 之所以在台湾的民调里面 在以往所有的总统里面 他民调是最高的 你刚提到两岸关系 我可以这么说 没有金国先生在他过世前一年 开放两岸的探亲 启动了两岸的交流 就没有今天的两岸关系 如果他在88年过世 以后还没有做这个决定 后面他不敢做的 这里面牵扯到国际安全 国安法各方面的问题 非常复杂 这个是一定要把 这个目前的有这样的进展 这个攻击要归 金国先生在他身前做的 很重要划时代的一个决定 对台湾的经济更不用说了 所有人都很清楚 司大建设 整个经济的提升 另外民主的贡献 民主要成立政党 那时候是还在 违背我们有关法令的 在元山成立的时候 要抓人都可以 但是让他们成立 一路过来改革开放 所以这个是游牧共睹 不仅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 大陆的乡亲同胞 也多于高度的肯定 好的 谢谢江副主席 我们再接听几个电话呢 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您在线上了 请讲 您好 周您好 台北的博弈好 我想向张主席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中国国民党 什么时候改为了台湾国民党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提这个疑问呢 请看美国之音 今天晚上的标题 已经把你们的名字 改成台湾国民党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最近这个钓鱼岛问题 这个英九先生 跟这个日本进行了渔业谈判 谈了十六七年 为什么这个时候顺利谈成了呢 因为大陆给日本撕了牙 展现了实力 再一个 用这个办法来理解两岸 请这个你转告马英九先生 不要上了日本人的当 在这个主权问题上 一定要遵守自己的分界 好的 最后的底线 谢谢 张先生谢谢您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说 台北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我请问一个问题 那个 国民党 下一次 三年后的组政机会 还剩下多少 谢谢 好的谢谢黄先生 上海的陈先生请说 上海的陈先生请讲 你好 我祝愿 这些人 特别是国民党党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明年的七合一选举或者是甚至16年的总统大选 刚刚黄先生也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那是不是也请副主席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这个包括是国民党主 国民党内部有很多重量级的这个政治人物好像也都涉探好像让人觉得对国民党有点动摇信心 不知道是副主席对这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首先回答一下这个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改成他们国民党 这个我注意到VOA这个我们主持单位他打的这样子 可是各位要听到我所讲的一定是讲到中国国民党 这是肯定的 这个客观的其他用 对这个我想这个立场非常坚定的 另外呢这个提到就是说这个06年这个大选我们的机会如何 我想选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这个整个目前来台湾的一个氛围来讲 国民党是比较吃力 很简单 因为国民党要进行这个一些改革 要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些调整 是不讨好的 你比方说年金改革 你要把退休的时间要厚延五年 把退休金从18%慢慢变成9% 9个百分点 这当然是民众不会满意的 不会高兴的 但是要想到如果我们不做20年后40年后 这个制度就几乎破产了 政府要破产 我们财政情况并不好 我只要讲一个例子 这个年金虽然很复杂 我希望半分钟之内可以讲清楚 这个年金是照顾退休的人 退休是年纪大的退休 我们现在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 占的人口已经超过11%了 有将近260万人 260万人是靠着退休金在生活的 你再过30几年到40年 65岁的人口会从现在的260万变成780万 各位想想看 人口总数并不到3000万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改革 做改革一定会造成一些反谈也好 不满意也好 这我们注意到 另外提到 博异兄提到说 马出席还有台湾一些重要政治人物 或者社探 这是我们很痛心的事情 我们要求是很严的 要求是很严的 这种事情发生 我命令要采取一种反省 一种进一步的防止 但是整体来讲 满足其他的 政府的 中央的 党的 都是坚持要清廉的 这是没有问题 当然有的一些个案发生 有把它扩大 当然我们对这情况 我们知道 是对整个的形象受影响 所以在16年的选举 甚至于14年的选举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努力的 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敏心 这次我出来 事实上有一部分的工作 也是在这方面 在切入的 谢谢 是 好的 谢谢蒋向元副主席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相信听众观众朋友 也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继续的请教蒋副主席 但是因为受到时间的影响 我们没有办法 再继续的跟这个副主席 多聊下去了 所以也是觉得 非常的感谢 但是也觉得 非常的希望能够 以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继续的再跟副主席交流 那么今天的海峡论坛的节目 可能受到时间的这个影响 我们就要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那么非常感谢 这个蒋副主席 接受我们的专访 特别也要感谢 藉由中广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东宁 好的 非常感谢蒋副主席 今天透过这个海峡论坛的平台 跟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 进行这么热烈的交流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再次感谢台湾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蒋校园先生 接受我们VOA卫视的专访 谢谢东宁 谢谢 好的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的热烈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关注四川亚安强政的最新消息 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 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的报道 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 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 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了 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我们再次向四川地区 照逢强政的灾民们 说声加油 大家都来为你们祈祷 那么今天也很高兴再次邀请我们 感谢我们的蒋夫主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进行交流 那么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 同一时间再会了 蒋夫主席谢谢您 谢谢 谢谢